中共十四納米恐死心 荷蘭計劃配合美國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要求對江澤民追責 秦江可能卸任 自我嘲諷是戰狼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疫情爆發後 第三次踏出國門 7日抵達沙地阿拉伯進行3日訪問 中共官媒吹噓 習近平乘坐的專機進入沙地領空 4架沙地空軍戰機 怎樣升空護航 專機降落後 機場如何名禮炮等等 有觀察人士指出 中共與阿拉伯國家共同向美國發出信號 習近平這次訪問行程 受到美國密切關注 外界也正在關注 美中兩國與沙地阿拉伯之間關係的走向 法國24電視台報導 習近平與該地區領導人進行3日會議 重點是能源議題 有消息稱 中共將與沙地阿拉伯簽合作協議 涉及金額可能達300億美元 彭博社記者指出 最近沙地阿拉伯與美國的關係出現不穩定 令大家更加關注沙中關係 沙地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中方現在與他們購買的石油比美國多很多 知情人士指出 沙地阿拉伯正在考慮 在對中銷售石油時 使用人民幣替代美元結算 不過 《華爾街日報》也指出 沙地阿拉伯是美國武器的最大買家 戰略和安全上與美國關係極深 推動人民幣結算難度還是很大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登卡分析 習近平這次出訪 是想繼續延伸他的領導人外交正常化 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 可以藉由改善與中共大陸關係 施探美國的反應 不管是美國回頭加碼 還是中共進一步擴大投資 對中東國家來說 都是不蝕本的生意 比利時布魯塞爾管理學院 客座教授伯頓 Guy Burton則認為 儘管美沙關係正處於低潮 但沙地等阿拉伯國家 並沒有打算放棄美國這個傳統夥伴 與中共的接觸 更多集中在經貿投資層面 自由亞洲報導 習近平止行亦將參與 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 以及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 顯示北京有意拉攏阿拉伯國家 而在中沙加強夥伴關係之際 美國與其西方盟友 正在對中國進行新一輪的防範圍堵計劃 美國參眾議院軍委會領袖 6日晚間公布 協商定案版國防授權法案 計劃在5年內提供台灣100億美元軍援 並優先將美國超額防衛物資提供給台灣 日本宣布提高國防支出佔比 目的是應對逐漸嚴峻的中國和北韓威脅 以及越發緊張的台海局勢 而歐盟因為與中共的兩項貿易紛爭 將爭端移交世貿組織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 包括向世貿抗議中共對歐盟成員 立桃園的入口制裁 以及對歐盟企業知識產權的侵犯 報導稱 中共外交尋求在側益突破 習近平中東之行希望拉攏非西方國家 以抗衡西方的壓力 但在中國外交的主戰場 歐、美、日等方面上 尚未有任何突破的跡象 視頻人士黃克分析 訪問沙地是中共二十大後的第三波外交鬍 凸顯了其中東野心 中共對阿拉伯國家和海峽會所抱的希望很大 外交攻勢很猛 但它的野心最少受四大因素制約 第一是 阿拉伯國家內部矛盾重重 中共明顯缺乏調解能力 第二 中共的兩大政策 影響阿拉伯國家對中共的信任 一是中共在新疆 對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的鎮壓 另一個是 中共在中東搞的全方位外交 想左右逢源 既拉攏以色列 又拉攏什葉派的伊朗 不能不令阿拉伯國家質疑中共的深層動機 第三 中共經濟走勢長期向壞 將嚴重衝擊中共和阿拉伯海峽會的全面經濟合作 第四 是來自美國的反制 縱觀中東現狀 中共的外交攻勢可能有一些局部的進展 但從趨勢上說 隨著中美脫勾的加劇 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 中共的中東野心勢必碰逼 一直以來實施民主制度的德國 日前傳出企圖政變的消息 12月7日凌晨 德國警方展開全國性大搜查 逮捕25名疑犯 他們涉嫌圖謀發動武裝政變 來推翻現行的民主制度 來自德國11個聯邦州的3000多名警察 和安全部隊 參與了這次全國性的逮捕行動 其中包括 突擊德國最少11個州的130多間房屋和公寓 包括德國精英士兵的營房 據德國媒體報導 該組織本應計劃衝擊德國議會 和聯邦議院 並劫持知名政客作為人質 意圖推翻德國民主 建立軍政府 並開始與俄羅斯的談判 德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一名發言人表示 該團伙自2021年11月就策劃暴力政變 上述人士包括 截極端主義立場的帝國國民成員 帝國國民大約有50名成員 據稱 該組織計劃推翻德國現有的共和體制 用仿照1871年 德意志帝國的國家體制來取代它 警方逮捕的25名嫌疑人中 包括現役軍人 以及與極右役組織有關的嫌疑人 其中24人是德國公民 另一人是俄羅斯人 此外 奧地利和意大利 亦各有一人涉嫌參與政變 被警方逮捕 巴伐利亞州內政部長克爾曼 Yokim Herman表示 已發現多名嫌疑人 參與籌劃恐怖活動 並稱它為近年來 存在於極右翼的最大恐怖組織之一 警方還逮捕了出身貴族世家的嫌疑人 自稱羅斯王子亨利十三世 據稱如果政變成功 將由他出任德國國家元首 由於嫌疑人中 很大的一部分是退伍軍人 因此這次行動被認為特別危險 尤其是因為 據稱有跡象表明 嫌疑人持有武器 德國聯邦檢察機構表示 目前仍然有27名相關嫌疑人 尚未歸案 調查行動仍在繼續 在台積電進入美國建廠的同時 中共的14奈米或更先進晶片 疫清芯片可能會死心 因為荷蘭已經計劃 對出口到中國的晶片製造設備 實施新的管制 最快下個月就會與美國達成協議 官員表示 談判仍在進行當中 尚未做出最終決定 彭博社報導 美國早就對賣到中國的半導體 和半導體製造設備 施加了更多限制 在西方多國已經響應之下 就關注荷蘭會如何選擇 因為荷蘭和日本 是兩個向中共出售 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的主要國家 目前知情人士透露 荷蘭正在考慮新的出口限制 可能會禁止銷售 能夠製造14奈米或更先進晶片的設備 荷蘭官員傾向與美國合作 限制中共獲得晶片技術 因為雙方有相似的國安擔憂 而荷蘭首相馬克里達上個月已經表示 荷蘭正在與美國、日本和南韓 就此問題進行協調 兩國官員仍在談判 最快可能在下個月就荷蘭的限制措施達成協議 報導指出 荷蘭可能將一些對中共的非正式技術禁令 偏轉成法規 並進一步擴大限制範圍 這樣對美國限制中共科技和軍事野心的努力有所幫助 知情人士稱 荷蘭以以中的新出口限制 可能禁止向中國出售 能夠製造14奈米以下先進晶片的設備 此舉將令荷蘭的規定與美國的限制更為一致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死前犯下的罪惡 越來越多地不斷被曝光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金·李奇 在回顧江澤民的死亡時表示 中共領導人為了維護權力不惜大事殺戮 他認為 江澤民和其他中共領導人 對蓄意的鎮壓和暴力政策負有很大責任 金·李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 該黨的每一位領導人都是極權主義獨裁者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溫和派 沒有一個是在我們看來是善良 令人愉快的人 隨時準備殺戮 這是保持權力所需要的 人權倡導者 將江澤民描述為 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反信仰運動之一的策劃者 尤其是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 因為法輪功信奉的是 以真善忍為中心的道德原則 金·李奇提到 1997年 他作為眾議院議長 在華盛頓接待了江澤民 他認為江澤民 是中共政府非常好的捍衛者 當遇到對他的統治構成挑戰時 他黨的本性就薄露無遺 金·李奇說 很明顯 獨裁政權得出的結論是 法輪功是一個致命的威脅 因為他代表了另一個合法中心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 信仰他政權以外的任何東西 都是對政權生存本身的威脅 他還指出 基督教和藏傳法教等其他信仰團體 也因這個原因受到迫害 金·李奇指出 法輪功受到的迫害和他的程度令人震驚 這也告訴我們 中共這個體制有多摩極權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 被傳是下一屆 中共外交部長的熱門人選 他近日在美國的一場演講中 自認是戰狼 引起控堂大笑 另外他亦似乎暗示將卸任返國 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的一年多時間內 未能為當局發揮作用 甚至未能見到拜登政府的主要國員 被外界認為是遭到拜登政府的冷落 在美國坐冷板凳 秦剛在6日應邀出席美中貿委會年度晚宴 在演講說 感謝該貿委會葛士帕主席對他的介紹 並說對方忘記了一點 沒有說他是戰狼 他的說話引起在場的控堂大笑 知情人士早前透露 秦剛在2021年7月抵達華盛頓離職後的幾個月內 只限於與少數美國官員會面 比如 國家安全委員會 印太協調員 坎貝爾 Kurt Campbell 與國家安全委員會 中國事務高級主任 羅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消息人士稱 儘管中方一再要求 與更多美國高級政府官員會面 但接觸範圍還是很窄 對秦剛在華盛頓的滑船工作 前麥犀哥駐華大使瓜哈多 George Guajardo 星期四公開推文提醒說 中共最高的外交官楊潔篪 也曾出任駐美大使 但他與美國並沒有真正的友誼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就像消息人士 的消息人士 就像 改善 改善 1